这一下山红伏 红伐 数人共进 供养 佛报就先前了 福先前了 这一先前之后 道心就退了 没有从前那么样勇猛进进 有一天遇到莲扯大使 莲扯大使就讲个故事 就讲实际就讲他 讲一个修行人 朱山很好也很好 以后被名文立扬诱惑了 自己做不了主 堕落了 他就问 你讲是哪一个 就是老兄 这是说明说 福里头有祸 那你自己要看不清楚 看不明了 很容易堕落 所以 特别是 年轻的法司 要遇到丰厚的供养 他遇到魔王 肯定 朱山徒 纵然 讲经说法 讲得很好 也不例外 我们在安石高传记里面 看到一个例子 那是安石高的同学 这在古代 他做龙王 贡庭湖 就是 现在的江西 潘洋湖旁边有个小湖 他在那里做龙王 安石高 这是得道的高僧 他去度他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 早年是在一起的 宁静好诗 你们想想看 喜欢不是 对于经典通法 金讲得好 所以这个神 这个水神龙王 很灵 很灵是吗 他明镜好诗 风暴很大 周围一千里的地方 人都来拜他 都来供养他 香火鼎盛 那是什么 他喜欢博士 他的财物是博士的多 这个 这个 特博 供养的时候 他多余的都能够实现 怎么会 变成龙王呢 那个时候 每天吃饭去脱博 脱博 脱的饭菜 不太厚可味 心里就有一点难过 就这个原因 他没有能上升 堕落了 龙王是出生的 所以幸好 他这个同学 陈旧了 同学知道他 他不自行为他 他不摔杀他 他不等待在于中心里的东西 去衣装